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赶快来收看最新的农业气象 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康瑞台风的动态 康瑞台风逐步的接近 目前气象鼠已经发布了它的海上 已经陆上台风警报了它的强度 也已经增强成为一个强烈台风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四一整天一直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都会是康瑞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全台各地都会受到它的暴风圈笼罩的影响 出现强风以及豪雨 沿海地区也会有长浪的情况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赶快的趁着现在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么这个台风它走的速度很快 在礼拜五就会逐步的北上离开台湾 那么的周末假期对台湾来说就没有影响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位置 现在这个康瑞台风的位置就在 R1B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七级暴风圈非常的大 半径有300公里 所以当它接近影响台湾的时候 是全台各地都会笼罩在它的七级暴风圈里面 而且强度刚刚也提到的是一个强烈台风等级的台风 所以是全台各地都是非常有感的风势跟雨势 提醒大家真的要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了 那么影响台湾的时间预计从今天开始 其实越晚东半部地区的风势跟雨势就会越明显了 那么到了明天一整天全台各地都是相当有感的 都会有明显的风势跟雨势 那么一直要等到这个礼拜五白天 它逐渐的远离台湾之后 对台湾来说影响才渴望逐渐的趋缓下来 所以提醒大家在今天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都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特别是在礼拜四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风强雨也大 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 好我们今天接着再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张 可以看到这个小叮嚀的部分就要提醒大家了 特别提醒这个渔民朋友们要注意风浪 保护船只跟养殖设施 因为沿海都有机会出现非常强的强阵风 要尽早的进港避风保持确保这个船只的安全 而且你要强化海上养殖 以及定制网相关的设施防护工作 那么也要检查加固海上网具以及缆绳 定制网的业者也要加强框架 还有扶球等等设施的防护 避免损坏也请大家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那么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避免损失 各位农民朋友们也要急早采收 以成熟的作物 那么避免有一些损失的情形 那么生意中的作物 也要加强枝干固定 注意排水 清理田间的灌溉水沟 那么种植水稻的农友们也要适时的增加灌溉的深度 避免风雨的情形造成倒幅的一个现象了 好那么紧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台风 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可以看到它接下来逐步的接近台湾 今天晚上开始 东半部地区的风雨 其实就会相当的明显了 那么到了礼拜四一整天 都会是它影响我们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它的暴风圈会笼罩全台各地 并且中心有机会是从台东这里登陆的 所以全台各地都是风雨相当的大 要等到礼拜五白天 它逐渐的远离之后 各地的风势跟雨势才会逐步的趋缓下来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逐渐的增大 接下来全台各地都是相当有感的风势跟雨势 首先来看一下在它接近的过程当中 在礼拜四东半部地区 雨势都有机会到达好大雨等级以上的雨势 伴随着阵阵强风 真的是可以说风强雨也大 这个时候在西半部地区 因为受到中央山脉屏障的影响 所以风势跟雨势还没有非常的大 只有沿海地区出现强阵风而野 但是可以看到到了礼拜五 东半部的降雨渴望趋缓下来 这个时候台风中心已经到了台湾海峡上空了 所以这个时候西半部地区的雨势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所以可以看到全台各地其实都还是有明显的降雨 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台风逐步远离之后 降雨的勤往还可望逐步的趋缓下来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沿海的风力跟浪况 礼拜四各地的平均风其实都有机会来到7到10级左右的平均风 那么阵风的部分都有机会来到12级到13 14级的 那么特别要提醒花莲沿海地区有机会出现15级的强阵风 那么浪况都是来到猛浪到狂涛的等级 那么离岛地区同样的也是 这个平均风是来到了大概8级一直到9级11级左右 那么阵风的部分要特别提醒绿岛蓝鱼还没有机会来到15级 其他地方也有11级到13级的强阵风 同样的风浪也都会是相当的大的 再次提醒大家礼拜四会是风浪跟雨是最大的时间点 大家真的要多加注意容易掉落的物品 要赶快把它固定好 那么船只也要尽早的进港来进行防护了 那么在潮汐的部分 这是要提醒礼拜四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台中市的无期区 以及宜兰县的同城镇花莲县花莲市 还有台东县的成功镇都是来到中潮 其他地方来到小潮 那么离岛地区都是来到中潮的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漫潮时间 最后关心一下温度趋势的变化 那么在礼拜三天气上面感受上还是比较凉一些的 不过在北部地区礼拜四礼拜五 温度略微的往回升来到27度到28度的高温 但是在礼拜六又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这个温度会再度的往下降转量一些些 高温来到了25度到26度左右 低温22度到23度 至于在中部跟南部地区 其实大致上来说 中午来说都还是比较潮湿跟闷热一些 高温是来到28度到31度 低温24度到25度左右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康瑞台风来势汹汹 是近几年来非常少见 是以强烈台风等级登陆台湾的台风 而且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广大 环流结构非常的好 非常的大 来到300公里的七级风暴风圈 所以全台各地在今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都会是有感的风雨 大家务必要提前的赶紧做好访台的准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农业特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